影帝周润发12月24日平安夜下午 在以一身黑色的运动装打扮 戴上黑色帽子、黑色口罩 现身香港养和医院探望母亲 但当天周润发就礼貌地婉拒了记者的拍照和访问要求 而是直接走进医院陪伴妈妈 大约一个小时后 周润发的姐姐周聪林也现身医院 周聪林透露妈妈的情况有所好转 但总想着逃走 但是我看她的情形进展好久了 有一天来看她就问我 你有没有教训 原来她竟然想偷走 所以我妈给一条线绑住她 就问我有没有教训 让她自己走人 哦 即是妈妈都很精神 现在精神的话上个礼拜不行 因为天气转了 那个气盆那些潭流都塞住了 我看她被那些吸的氧气 天下天下 但现在这几天看她精神 都很多了 另外周聪林表示 妈妈没有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医生说可以了 那就可以 自己作为女儿 有空就会来看她 但最近在忙摄影展览的事 所以会隔天来探望 那发哥 有没有去棚里的展览场呢 她看展览 她很特意的 好特意的 她戴个尾巴 没卡住 哈哈哈哈 这么怕你听到 不会啊 给我听 不会 通常 你知道 如果 呃 说给这些传媒听呢 个个手后的语 是个奔波的 是个女女的 所以她在哪里 都很特意的 不会这么高典的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